就是类似于像这样子 然后答案其实就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哪边要锁 哪边不要锁 就是这样 可是这样子有点眼花 不过我做一次也会看 马上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其实有一个诀窍 什么诀窍呢 锁哪里 其实最重要的简单的判断依据 就是你的标题列在第几页 你的标题栏呢 在哪一栏 那你就把哪一列 这一列跟这一栏把它锁起来 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标题列跟标题栏不能动 不能动嘛 因为你一动的话呢 它底下全部它都抓错位置 所以你只要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我们先把公式做出来 B1应该锁哪一个 E嘛 对吧 你把1锁起来 A2要锁哪一个 A嘛 对吧 所以这两个 所以你只要概念清楚的话 马上就可以做出结果 完全不需要思索 马上按个确定之后 向下 向右 99层发表 就对了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这个都很直觉 你也不用背 而且这一招真的屡实不爽 绝对正确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知道的话就很麻烦了 因为你向下 搞不定 有的只会按F4 两个都锁 像这边的话 如果两个都锁的话 这样怎么 锁住之后就固定了 就向下 它都不懂 不就1乘1 又1乘1还是等于1 解口一定不会正确 所以如何锁正确的值 这个很重要 蓝列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下方的单位 你也可以试 把就是能够再变化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也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 把它清除掉 全部清除 那也不需要前面的定位 上面的定位 我直接用column 跟roll 可不可以 可以发现 插入函数 如果我用column 的函数的话 C开column 上面 乘上什么 乘end 一个什么呢 乘号 再end 一个什么呢 列号 那因为呢 刚好 藍1 列也是1 所以呢 等于end end 双引号 等号 等于什么 end 然后两个相乘的结果 用这个来copy一下 这边把改成 直接 改成乘号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看懂 1乘1 等于两个相乘 1 所以你把它打勾 自重一下 向右 向下 一样 这个是第二个 我们如果说 我不要靠 上面1到9 1 左边1到9 一样可以做出什么 一个就是什么 其实这边的话 就利用参照 刚好两个概念 一个是 利用那个锁定 所以哪一列要锁 哪一栏要锁 好 这地方 其实关键就在 1跟a 好 这边把它锁起来 第二种变化是 如果你column 也可以做出来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呢 帮我在对角线 对角线 设定格式 特别说 设定格式 条件 我希望做出来的效果 是什么呢 当我对角线 这边 跟对角线 这边 可以 涂颜色 但是其他 不涂颜色 这边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 做 色力格式法条件 新增有的规则 特别主要 规则怎么样 它的规则来源 你就不能用什么 用这上面这几种 你可能只能用公式 试一下 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如果我今天像设定格式 我刚刚有同学比较快的 有请同学先想想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比较进阶的 设定格式法条件 那先试一下 刚刚那个99什么 待会我们来看 放一些黄脸 各位试一下 你还会需要什么 把你需要的资料 加上颜色 那加颜色的话 像这个 但我是举例子 如果说 我需要加颜色的 储存格 通常是填一个底色好了 那这个规则 你要找出它的规则性 那不过呢 这个是用设定格式法条件做的 如果像这个东西 如果设定格式法条件 假设你是新增规则的话 那基本上特别注意 上面这几个 真的很难用 很多其实都做不出来 通常会用这个来做 用公式来 像这个 你会发现 我们第一个是需要什么 把比如说 左上到右下 这边填颜色 填什么 填黄色就好了 那第一个 那你要找出规则性 什么规则呢 当它的这个跟这个相等的时候 有没有 当这个跟这个相等的时候 他会帮我判断 然后第二个这边的话呢 当这个加这个等一下 有没有 所以你要理出一个规则 你答案就出来了 不过呢 圣灵格式法条件 你不能 我把它先复原好了 那你不能用那个 圣灵格式法条件里面的上面这些 因为这上面好像都做不出来 你只能用这个公式 那怎么做 教各位 第一个 前面好像我们有做过那个什么 那个热透彩那边吗 还有什么 那个年历那边吗 热透彩有做到 那个前清明的格式 那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告诉他 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这个范围 所以第一个 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不是每一个都要格式化 但是是一个条件 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呢 所以特别是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那你可以什么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你要告诉他哦 当 所以当 当 什么情况 所以那个叙述是这样 当的话 你就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等号 我先把它改一下 改成 当 所以先输入一个等号 这个等号呢 有点像我们中文叙述里面 当 什么 当什么情况呢 当 这一个 等于 有没有 所以等于 这一个的时候 这个跟这个 这个 等于这个的时候 那就帮我涂颜色 涂什么颜色呢 涂一个黄色好了 按个确定 不过特别最好 如果你现在按确定的话怎么样 全部都涂 为什么 因为它都 都锁住了 所以你这边范围里面呢 全部都是以这个跟这个 当基准 那就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一样 需要什么呢 需要做一些 哪边要锁 哪边不锁的叙述 跟它讲说 以后如果你这边一直跑 跑跑跑 你要抓的话 如果是列的话 你就抓上面这一列 如果是蓝的话 就抓A蓝 用这个跟这个比 这个跟这个比 所以你特别说 其实道理也是一样 你就把什么呢 B1 只要锁1 就好了 A2 呢 就锁A1 就好了 你会发现按确定 会什么样的效果 再确定 有没有发现 效果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其实分两边 一个是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就是这个中间的 那你要设定条件的是在上面 跟在左边 但是也会跟蓝列锁定 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懂这一招 很多本来做不出来 很多可能只能用VBA写出来的 基本上不用 用这个就可以了 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多地方 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可以不写程式 那就能免则免 以目前各位的功力来看 你要把VBA写出来 还是有点点难度 所以如果不写 那我们就用不写程式的方法 把问题解决 第二个是什么呢 当什么呢 所以当就先打个等号 当这个加这个的时候 不过你点的时候 它会把它变成绝对的 绝对的储存格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当这个加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10 所以其实它这个虚书 你比较慢慢习惯 前面那个等号一定要 有点像 当那个加那个等于10 后面的东西是 我们做的运算公式 等号这个有点像 传到前面去给它 所以有点像 前面VBA里面 有一个东西 要去接这个东西 但是它现在没有东西 不过你可能大概知道一下 逻辑就可以 那我就怎么样 给它一个底色 假设是橘色好了 OK 不过中间这一块有重叠 它会把它盖过去 按确定 不过这边可能要把这个 A跟E留下来 其他的话呢 就不锁 有没有 这个就OK了 其他当然你可以如法炮制 比如说你可能要 横向哪一列 纵向哪一栏 要填颜色的话 也可以用类似的概念 所以这个用的部分 还蛮多地方可以类似的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上面没有1 有没有 1到9 左边也没有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你可以怎么样 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里的话 当 有没有 当什么呢 Colon跟Row 相等 所以这个可能你比较麻烦一点 你要自己打 什么呢 打那个 这个 那就比较没有锁定的问题 因为Colon跟Row 是绝对的 如果两个相等 那就格式化成黄色 OK 那你这边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有没有 一样嘛 如果 色定格式化条件 这边的话 你可以 也是一样 把刚刚公式 我直接拿来 相加 等于 10的时候 设定这个什么呢 黄色 橘色 OK 一样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刚刚刚好提到有关 那个蓝裂的锁 所以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 一直强调 哪个部分锁裂就好 哪个部分锁蓝就好 那因为呢 很多地方呢 真的只能锁裂跟锁蓝 你一定要分开 如果你的概念不清楚的话 那真的很多地方 你还真的效果 一定是做不出来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顺便就延伸到 那个有关 设定格式化条件 所以这些都有互相的关联性 那这些其实 工作上呢 刚好我也都有用上 所以呢 我就顺便讲一下 那当然这些都是 互相有一个关联性 那我觉得 可能如果你刚好 你不会 可是我又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